一見到遠道而來的客人 總統蔡英文拱手致意 或許你會說 怎麼這麼不熱情 終究就是總統 因家人確診 解割離後 第一個行程 當然要小心 可是美國有人 一點也不在意 靠過來 來個首州級州里 他是美國共和黨 參議員 葛瑞姆 原來我們買得到F-16 能夠捍衛領空 要謝謝葛瑞姆居中幫忙 協助我們保衛空房的 議員率團來訪 中國也在他們一行人 準備前往總統府時 再度侵擾我國西南空域 共軍的行為 除了是抗議 協助我們買到F-16的 葛瑞姆來訪外 更是因為這段錄音 美國空軍KC-135加油機 和P-8A在巴士海峽 進行空中加油 還公開在頻道上通連 此舉疑似引出共軍 進入我國西南海域 隨即遭我空軍廣播驅離 當然廣播的飛官 就是開著F-16 這說明的是台海安全 美國也很重視 台美透過全球合作 及訓練架構 也就是GCTF 還有印太民主治理 諮商等機制 一起在印太區域 推動民主良善治理 及人權架 民主國家 應該強化結盟的力量 共同防禦 來訪的六名重量級參眾議員 只在台灣停留一天 但不僅拜會蔡英文 還前往國防部 雙方對於印太戰略的部署 以及後備戰力交換意見 跨黨派橫跨參眾兩院 美國訪團在俄烏戰爭之際訪台 再度彰顯對台重視 三燈選流聽招會起走